嗨,大家好,我是凯西 欢迎又来到凯西的理财冒险 希望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可以麻烦帮我订阅按赞 谢谢 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的是 什么是美股 大盘为何还在讲 大家每天都在讲美股 但我们有真正了解过它吗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值得了解的事情 当初我为什么从歹股转战到美股 只是很单纯觉得台股是比较浅跌市场 起伏很受人为控制 转换到美股之后 发现之前看投资大师的书 更符合美国市场 举例来说 彼得邻居的选股策略书中 就有提到在日常生活中 寻找十倍标股 但台股来说基本上都是科技股比较热门 但生活股选择就没有这么多了 虽然美股没有涨跌幅的限制 心脏有时候比较紧张 而且我们对的时间可能跟美国也有时差 但相反的成长是更可观的 最重要是要好好研究一家公司 了解它的基本面和未来 成长就指日可待了 我个人相当喜欢 在谈什么是美股之前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科斯托兰尼的一个投机者的告白 因为我觉得投资之前 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在市场中会很有帮助的 并且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 这本书并没有教你如何找股票 或计算公司的基本面 但是我觉得当你玩过台股 美股 期货 或其他不同金融商品都好 在不同的阶段当中 你会有不同的体悟和成长 科斯托兰尼35岁就赚到可供一身花费的财富 有13本国际畅销著作 又被称为股市教授 他一直以投机者置居 他深知股市的心理学 曾说过股价的波动 从未曾符合过股票的真正价值 股价永远过高或过低 如果股价可以随时反映真正的价值 也就不会有上下波动的行情了 科斯托兰尼对于长期走势的观点 认为股市长期续涨 因为经济是长期发展的 趋势是资金和心理造成的 心理学造就90%的经济 连启发了我更宏观的思维 有机会可以找来看看 相信大家对股市还是很迷惘 在我之前的视频 五月大膨繁我有分享过我的看法 除了上述的那些原因 导致股票上涨 即使就业指数更糟 但美国指数还是不错 应该和美股的结构也息息相关吧 到底什么是美股呢 首先要了解 每张股票都代表一家公司 交易所提供地方 想让投资者可以放心的 透过交易所来进行交易买卖 在美国有13家登记注册的交易所 大部分人会谈到华尔街 部分原因是因为 这条位于纽约曼哈顿下沉的街道 是全球最大的交易所 纽约证券交易所 第二大是纳斯达克交易所 两个交易所最大的差别是在 纽约证券交易所 还是一个拍卖市场 至今还是透过人力和电脑在买卖 而纳斯达克交易所 全电子化 比较像经销商的市场 证交所就是一个庄家 目的就是让创业家们募集资金 对于在哪买卖 我们感受不到任何差异 而在交易所买卖的产品 就是美股 每一档股票都代表一家公司 从1980年就有5000家公司 到现在也有4379家 为了方便投资者去观察和了解公司的表现 就把大部分公司放入道琼内 选取30家公司 成为一个关键的指标 就是所谓的道琼工业指标 目的是显示美国整体经济状况 而且一个委员要定期去审核 包含了30家 在这里面成分从一开始就是保持有30家 只是过去美国经济主要是由工业公司推动 过去是工业公司比重较多 但今天服务和科技的比重已经提高了 所以有些公司开始被纳入道琼指数 而工业公司则慢慢被剔除 值得一提示奇异电器G1 算是在道琼指数里存在最久的时间 超过100年了 听起来很惊人吧 因为G1公司一开始就存在 直到2018年被沃柏林人给取代 道琼里面是有哪些成分股票 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这30家公司 我稍微念几家让大家了解一下 像沃尔尔玛 Walmart 在Microsoft IBM 亚马逊 思科 苹果 强生 Johnson & Johnson 瑞辉药厂 麦当劳 Nike 可口可乐 Visa 3N 都是属于道琼指数里面的 所以它的涵盖东西层面很广 以2020年道琼最新的产业分配图 可以看到IT产业是占了道琼的四分之一 第二大是医疗 还有再来就是能源通讯金融等等 换句话说我们从爆章没听到 道琼又跌了 道琼又跌了 其实大家先不要太过忧虑 因为这只是反映那30家公司 很多时候这30家公司会 间接影响到其他上千家公司的股价 因为毕竟他们是属于大盘 这样看来好像不是很准确 但为什么投资家和分析师 每天还是那么关心道琼指数呢 因为大盘的走势会影响到个股表现 虽然最后还是会回归基本面 但暂时性的问题还是对人心理造成影响 指数诞生到这个市场 其中最有名的是标普500和纳斯塔克指数 标普500和道琼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标普500是指共有500家大公司在内 这500家公司已经占了美国八成股票的总市值 许多人也认为标普500是比较能代表美国的股市 那标普500是什么样的公司才能入内呢 第一点一定要是美国公司 第二点最新的一季的财报和前四季的财报 收入或净利一定要正成长 第三点总资产要达到823亿美金 目前来看标普最大的500家公司 介绍里面大家可能问特斯拉有没有在标普500里面呢 答案是没有 因为他前四季加强没有正收入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我特斯拉介绍那一集影片 最后要和大家聊的是纳斯达克的指数 视频开始聊到纳斯达克是交易场所 也是美国其中一个最大指数 纳斯达克是在2006年成立 纳斯达克里面的公司拥有3000家上市公司 包含全世界的股票 像阿里巴巴、百度 涵盖全世界的生计和科技 除了这三大指数 美国还有其他指数 例如台积电就在废办里面 但惯例来说 这三个指数已经代表了美股 各有不同的特色 相信大家看完这个视频 会更了解美股 我们每天在说美股在涨 并不是代表美国每一个公司的表现都很好 人民不失业了 美国指数有考虑到没上市的公司吗? 再说我们也提到 道琼指数代表是30家最优秀的公司 当中分配4成是IT公司和医疗公司 这些有的还是这波疫情下的受益股 也不多不少的弥补了其他几家公司的表现不足的部分 同样情况也是呈现在标普500上 在标普五彩中 FAN也是帮助指数成长 指示这五家公司 占着标普500两成的市值 但也不是说美国指数没有意义 毕竟指数还是没有回到原本的位置 我们现在看到的涨幅多多少少 是因为股票超卖的反弹 还有在疫情下表现良好的大企业所带动 虽然是阅历不但提高 坏消息不断 但还是在慢慢在涨 科斯多南尼的选股法则是 先看行情再选个股票 先考虑市场的普遍行情 然后才对股票进行选择 如果行情抗涨 即使是最差的股票也能赚到钱 反之最棒的人也无法获利 所以要先考虑行情 然后才是选股 现在投资者最常问的是 何时可以买 要买哪一支股票 但是只要趋势是对的 不需要是买在起张点 过程中的每个进场点都是可以带来获利的 差别是在每个人获利的金额不同 藉由趋势了解自己目前的状况 而调整自己手中的资金部位 市场是整个金融体制堆积而来的 不是单单从股市就可以知道 本视频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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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